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只管开车嘛 中国第一次举办世博 上海也把握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急于提升迎场 对外展示中国崛起的新上海面貌 上海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已经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华阳共处 当年 圣约汉大学的毕业生思想洋化 虽然经历人生跌宕起伏 他们的气派依旧不减 大家就在一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兴趣 就是说回到以前的campus上面的school life 这个就是最愉快的 现在真正的上海人不多 你真正的上海人多到外围去了 来的都是新上海人 20年前 亨昌集采访过陈教授一家 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龟兽 以身为上海人为名 他说上海人自有一套 爱在的价值观 我们现在还是住在你20年前来的时候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工作了一辈子 他一辈子 两辈子 也买不起一栋房子 而现在的一些年轻的 那些教师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话 他们就工作三五年 什么都有了 我并不是羡慕他们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不需要 我们的工作就是说 效益 我们的工作目的呢 就是为了更好的付出 给学生们找更多的资料 丰富他们的知识和头脑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有差距 我觉得这个差距不在于人 不在于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是中年人 我觉得应该追溯到前面 我觉得这跟那个十年的好纪有关系 因为他把以前的好的东西都搞掉了 我们呢还是老的传统 所以老观念 各女 在陈教授的孙 自小就得到妈妈的悉心栽培 是新一代的上海人 做为这个城市的地方 我们感到自豪 并不是说我们身为上海人 我也可以去生活到北京 我可以说我也 我现在是北京人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上海人 新上海人 老上海人 没有任何区别 各女 自小跟妈妈学英文 不过现在他反而很少用英语 就算是上海话 都不会说 反而工作上 经常用到俄文 他在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读新闻 发觉中国对新闻的要求 和他在国外学到的 有很大差距 所以毕业之后 他就改行 在商界发展 畢竟我五年没有在中国了 可能这五年的发展 我肯定有些跟不上 所以我就先觉得 先做个导游吧 做导游的时候 认识了我们这个公司 董事长的侄女 然后呢 那个时候 这个公司也准备在上海 就是开启他的办事处 所以巧合 所以他们就问我 愿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工作 各女做了事差不多两年 月薪大约7000元人民币 不过她好舍得消费 4000多元买部手机 可以面不改用 还不时上网找资料 准备买车买楼 网上很多人讨论 还是拿房子例子来说 很多人讨论 像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自己觉得 还是结婚的时候 最好还是有房子结婚 最好不要租房 毕竟感觉比较奇怪的 哪天人家想让你走了 你就得搬出去 所以我觉得 不是很稳定 我这人 怎么说呢 喜欢一种安全感 像我爷爷奶奶这一辈 他们在老上海 确实是比较优秀的人 我作为在这个 新时代的这个上海 生活的一个 这么一个上海人 我觉得 我们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 但是老上海给人一种记忆 就是非常经典 历史悠久 所以人们同时会记住 这个经典老上海的 这种风貌 又错了 上世纪90年代 上海开放户籍 外来人口大量迁入 方便上海发展的同时 也加速了跟外面接轨 曾经的上海 它是一个封闭的上海 很少有人进来 也很少有人出去 所以那个时候 上海人 他有很强的一种 自我认同 或者身份认同 但是今天的上海 它是一个流动的上海 为了推行普通话 防止地方化 上海的学校 规定学生 只可以讲普通话 久而久之 不少新一代 已经不懂得讲上海话 研究上海人身份 多年的学者发现 上海人和外地人 越来越难分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上海有一个流传很广的 说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内环 就是上海市中心 内环讲英语 中环讲普通话 外环讲上海话 所以说 从这个说法 你可以看到到 就是这市中心的地方 包括这个中环 这一带 上海人都被挤出去了 今天的上海人 这个概念 和当年的上海人 它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今天 你可能比方说 市博会办得很成功 或者上海城市建设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这些上海人 不会归功于上海人自己 我母亲上海人 但是属于那种新上海人 以前说上海有点骄傲什么 因为以前早的时候 上海比较发达 周边地区 经济不发达 它就买东西什么 不方便 上海什么都有 叫我们都是叫小宁波的 对吧 但现在基本上 因为也开放了 现在外地到上海也很多 周围明 21年前 跟随下乡插队的知青父母 从宁波返回上海生活 毕业之后 它做过不同的工作 两年半前 开始开的士 隔日开工18小时 一个月大约赚到三四千元 生意还马马虎虎 应该这样说 因为这两天 士博会好做一点 在这边生活 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现在物价蛮高的 因为上海本身它是个发达 上海玩 我是不可能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朋友来了 或者怎么样 喝点小酒 那玩玩是有的 但基本上消费不起 周围明赶上改革的年代 来到上海 但是他说自己不觉得 以上海人的身份为傲 反而觉得 在上海生活越来越艰难 现在想要小孩 但是不敢要 现在 因为现在可以说 就是自己经济不是太好 如果要小孩的话 分音太高 没办法承受 现在目前来说 如果这两年稍微好一点 肯定要小孩 小孩总是要的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 十几年前 周围明和父母东拼西臭 用了六万多元人民币 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卖进了这个单位 但是他没有想过 上海的发展会这么快 高速铁路 已经起到来家旁边 现在新建的两根高铁 超声肯定是蛮大的 而且密度蛮高的 因为基本上高铁造好以后 大概三分钟左右 一套 如果声音 如果像现在目前这样的话 根本没法睡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我如果要换的话 我也买不起房子 我只有这一套房子 如果发展好的话 我跑哪里都一样 现在没有这种 好像概念 我一定要住在上海 这种概念很少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上海两个字 是由19种语言文字 写上海 然后拼在一起的 上海两个字 放在这个十层厚的 水晶玻璃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从一开始就了解 上海是非常的多元 包容海纳百川的 石库门这个建筑元素呢 实际上是上海的 一个建筑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门头 我们选择的是 中共一大绘制的一个造型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 石库门建筑 用为中西设计 是近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风格 不过从九十年代开始 随着上海发展 城中的石库门 大部分都已经签策 改建成高价的地产项目 经常做梦啊 虽然房子拆了 但是呢 也感觉到这个房子还没有拆 我的父亲还在里面 我们经常回来看他 很温馨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上班 天下雨了 怎么办呢 天井上面啊 都晒了衣服 那么他会就被你帮了收进去 虽然人是拥挤了一点 但是都是像一个大家人 跟很多上海人一样 黄立康自小就在石库门长大 不过城市要发展 他住了大半生的旧居 只能够让步 有点依依不舍 他里面就留下了 我们童年时代 青年时代 甚至于成家那一段时代的 那些人文啊 这些邻里关系啊 这个中在石库门里面 也放了很长时间 半年以后呢 他们说扔了扔了吧 但是我不扔了 其实记忆呢 也是一种财富 对吧 你家呢 就住在那边 就是建中国馆 还有里面一点 那里有很多工房 还有私房 然后现在就是全部都变成 一直到码头那边 全部都变成那个市博园区了 崔慧静 没搬之前 放学走回家 只是需要十分钟 三年前 附近一带因为要建西博墙盘 居民都要搬走 现在他要坐成四十分钟车 才返回家 这次私博会 我们其实贡献也蛮大的 我们把房子啊 厂啊 都交给国家了 为了西博 崔慎晋一家要半屋 两夫妇在工作的工厂 因为在西博园区 而被迫关闭 他们连份工都没有了 自己在找工作 自己在外面 现在在找工作 在上班 我原来在单位 应该说也挺舒服的 他原来 说句不好听的话 也一人给我倒茶 给我泡水 洗烟缸 我不下说 一定不下说 我们老百姓之间的图语 你要翻身 你买不起房呀 你要翻身 就靠就靠洞牵 对吧 国家洞牵了 总共翻一翻 现在洞牵 政治也宽众了很多 比以前 我原来洞牵的时候 我们是四个人的户口吧 就分了六十几 六十几 而且是三代人 接下来洞牵都蛮优惠的 原来那个 这二十七点几的 这个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是二十五点九 我现在分到七十三 现在七十三点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 不知道 不懂 可算不好使得三十三 我现在看一眼 太快了 电话太快了 有一定的修养 我想培養成她的lady 另外就是像我的上一代一样 20年前 鏗窗集访问过黄永吉 当时她和很多上海人一样 很紧张下一代的成长 今天她的女儿已经移民英国 有自己的子女 她爸爸经常出差到国内来讲学 来招生 把她带来 带来如果一个月的话 就让她到上海的小学去读书 她去了 小的没 她去读书的时候 她讲一口上海话 老师都惊讶 因为上海的小孩也不是上海话 你上海话就讲那么好 20年来 黄永吉到过不少国家演出 见闻越多 她对上海的文化发展 越感到忧虑 环境的问题 因为环境牵涉到或者政府 或者主管部门 它的在意识形态上中 一种无形 一种压力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 搞文化人的追求 这几年好像是落后了 我经常会参加这些评审 我觉得这两年来 原创的东西逐渐少了 好的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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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多见了 真正这个很重大的题材 又是政府控制的 那很重大的 比如说我们世博会的时候 很重要的 另外呢 某一个省市的 他要搞一个什么 然后呢 发挥民间的时候 就我刚刚讲的政府 就是政府指定性的 上海人的优越感 是一直有的 我年轻时候也有 或者总是看不起外地人 或者是这个优越感 从是觉得上海 但是呢 这几年我觉得会改变 为什么会改变呢 因为上海现在这么发达 这么 或者这个高了这么多 是要靠很多外地人来搞的 曾几何时 上海人以上海为名 今天 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 大一统的氛围下 上海的城市面貌 以至文化特色 反而漸建墓 大文豪沙士比亚的名句 城市职人 是细博其中一个重点主题 不过就算不用排队 这个主题馆都只是吸引到 少数人入场参观 肥瘦冷浪 接下来是卫食总司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